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飞碟的结构分为外层跟内层 那么外层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反重力的系统 那中层呢就是这个飞碟里面的人工引力场的这个系统 那内层呢就是存在人的空间 而飞碟的外表外貌呢整体看起来就像是碟状一样 是一个上下与左右对称的一个碟状的形状 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个飞碟的剖面图啊 我们把飞碟侧面剖开来来看的话 那么它里面的结构就像一颗眼睛一样 像一颗对称的眼睛 那么通常标准尺寸的飞碟哦 大小是直径30公尺左右 那么这个飞碟内部存在人的空间 大概是直径10公尺的圆形球状结构 好那我们现在要讲到这个飞碟的这个 它的运作的原理哦 跟飞碟的这个动力哦 它到底是从何而来 那我们现在开始讲到这个飞碟的科技原理啊 以及它的这个要怎么样才能够实现 这个飞碟种种的能力跟功能 那么大家如果想要知道 这个飞碟啊 它的根本的这个原理哦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就要先跟各位提前哦 来讲一下这个基础的一个 新的这个理论跟概念哦 这样子大家才比较方便能够了解 我们飞碟运行的原理哦 跟它的这个功效是如何表现出来 那它的制作步骤又是什么 那么这个就要再提到哦 我们的这个未来人类的技术哦 就是这个次向波技术 也就是这个电磁波 我们是透过电磁波的这样子的技术 首先大家必须要先理解啊 我们这个世间万物啊 所有的物质啊 都是由这个电磁波的不同的密码 拼列排列而成 所组成的一个一串密码 才能够形成构成我们现在宇宙中所有的物质 所以次向波 简单来讲就是每一个物质 它们特定的这个密码 这个电磁波的排列密码 好那么我们再回来看到这个飞碟的 它最外层的这个反重力的这个原理哦 那反重力啊 顾名思义来说啊 就是我们飞碟能够悬浮啊 然后它它不会被地心引力啊给影响 那地心引力呢算是一种作用力啊 那作用力就会使每个物体都会被我们的重力给吸引 而飞碟不一样 飞碟能够悬浮在半空中 而不被引力给干扰 所以呢飞碟能够忽略忽视这个引力所产生的作用力 那么在飞碟的最外层啊 有一个特殊的材质哦 它构成飞碟最外层的这个壳 而飞碟最外层的这个壳啊 它也有它自己特定的振动 它的这个材质的振动频率哦 能够地心引力所发生的这个电磁波的这个引力重力的影响 也就是说飞碟最外层的这个结构 它这个壳的这个频率哦 跟振动是能够让这个电磁波 因为地心引力哦 本身也会发射电磁波 而这种电磁波就具有引力的这样子的作用力哦 才能够影响到周遭每个物质啊 所以如果飞碟它想要忽略 它想要忽视这个地心引力 对它所造成的影响的话 它就要需要去反射这个地心引力 这个发射出来的电磁波 所以当地心引力发射出来的这个电磁波 碰到触碰到我们飞碟最外层的这个壳的时候呢 它就会被反弹回去哦 所以呢飞碟也就能够悬浮哦 而不会被重力给影响 那么意思就是说飞碟没有重量 所以你飞碟你用手轻轻一推 它这个很大台 30公尺大的飞碟 就能够被你推动而前进 而飞碟最外层的这个结构 仅仅只有一公分后而已 那么这里的关键重点来哦 如果想要达成这个反重力的技术哦 反重力的技术原理 就是地心引力发射出来的这个电磁波 相同的次向波频率哦 迁入到我们的这个飞碟外层的材质里面 所以这样子即使飞碟不充电 它也可以一直震动保持悬浮的状态 而不需要损耗任何的能量 因为这个频率震动已经迁入到这个材质里面 所以这个材质它本体它的主体本身就一直在 依据这样子的次频率去震动 那么这样子特定的震动哦 就能够让这个干涉这个地心引力 对飞碟影响的这个电磁波的传递哦 就是说这个飞这个电磁波一定要碰到飞碟主体 才会对飞碟主体产生 产生这个作用力哦 但当它触碰到飞碟外层的这个震动材质的时候 它的这个电磁波传递哦 就会被反射回去 因此不会造成这个飞碟的影响 那么再来是飞碟的中间层哦 那飞碟的中间 飞碟中间的结构哦 就是让这个飞碟里面的 有这个人工重力场 这样子我们人啊 坐在飞碟里面 在宇宙中飞来飞去的时候 我们人还不会飘在半空中啊 所以我们飞碟里面一定会有一个重力场哦 跟地球的重力是差不多的 这样子的一个磁场发射出来 那么关于这个人工重力场啊 是如何产生的哦 这个原理简单来讲也是透过次频率哦 然后用这个特定的震动哦 才能够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电磁波场力 就是能够产生这种力场 能够让飞碟里面所有的内容物哦 都都会产生这个重力 所以然后用特定的震动 可以产生重力场跟引力波 那飞碟内部的人工重力场 就是透过特殊的震动 发射出这个引力波 让人可以站在飞碟里面 不会在太空中飘来飘去 那么我们好像看起来 看讲完了 那么飞碟最后一个结构哦 就是飞碟最里面的这个 承载人的内部空间哦 那这个内部空间呢 因为是直径10公尺的球状 所以呢 这个内部承载人的空间 分为两层楼哦 那上面那层楼 是主控室哦 就是我们的控制台 来控制飞碟飞行的这个方向哦 我们的操作台 那楼下呢 是我们的休息空间 像客厅房间浴室之类等等的隔间 好 那我们飞碟呢 也是有窗户的啊 所以在飞碟里面 也可以透过窗户 来看到外面的景象 那么还有 在飞碟底下 在飞碟底下有一个洞 那它会发射出一个牵引光线 那这个牵引光线呢 是真的能够让人浮起来 然后进入到飞碟里面 那这个牵引光线的原理哦 也是一样 透过次向波哦 这个次频率哦 这个特殊的振动 所产生的光线呢 就能够束缚住哦 这个物体哦 那包含在人啊 所以人 只要被这个光线照到 也能够被吸进飞碟里面 那么最后 我还要跟大家讲解 有几个关于飞碟特殊的能力哦 以及它的原理 首先 飞碟是如何达成瞬间移动的 再来 飞碟为什么可以在超高速的运动状态下 垂直90度紧急转弯 而不会产生任何的离心力 第三 为什么飞碟可以隐形 首先我们如果要让飞碟能够瞬间移动 想要抵达某一片星空的领域的话 那么飞碟都可以发射出一种能量场 而飞碟发出的能量场会包含整个飞碟 就是把整个飞碟呢 跟里面的所有的内容物哦 都包围起来哦 一种能量场 那将这种能量场 调整到你要去的那个地方的坐标 它的频率 那么你就可以移动 瞬间移动到那个地方 这个跟距离 跟速度哦 没有关系 是真正的瞬间同步在移动 所以你可以瞬间抵达宇宙中任何一个地方 好 那么再来是这个飞碟的 不产生离心力的问题哦 那我们就要先谈到 为什么世间万物哦 会产生离心力 那其实为什么会产生离心力 就是在移动中的物体哦 它的频率哦 或它的材质哦 不一样 所以当材质不一样 它的运动状态 它的运动的频率哦 不一样 就会引发惯性 就会产生惯性 从而引发这个离心力的问题哦 那飞碟呢 就是会也是一样 会释放出一种能量场 那这种能量场呢 会让整个飞碟 在同一个频率的运作状态下 那么相对 在同一个功率的能量运作状态下 飞碟就不会产生惯性 也不会产生离心力 所以这个很好理解 好 那最后是飞碟怎么隐形的 那么飞碟能够隐形 这个能力哦 也是飞碟对外 或是对整个飞碟本体哦 包括里面的所有东西哦 释放出一种能量场 对 也是相同的能量场 只是 这个能量场的频率不一样 所表达出来的功效也不一样 那这一股能量场呢 就能够让 这个外面的光线哦 能够 穿透整个飞碟哦 所以这个光 如果穿透飞碟 就是这个飞碟的主体啊 这个飞碟的形状 这个飞碟的存在哦 不会让光线产生干扰作用 所以这个光线呢 就会直接忽略飞碟 本体哦 直接打透 直接穿透飞碟 所以这样子飞碟也就能够隐形了 那么最后 有很多人问我 说 那么这个飞碟的技术啊 人类 真的有办法可以实现吗 那我这里我要说的是 当然可以 像我就知道 我就能够制造出一台飞碟 但是前提是要有钱啦 所以需要有人赞助我 我就能够制造出一个飞碟 你看我连 这个飞碟的原理哦 跟他的技术哦 方法都提出来了 怎么可能不可能呢 好这期节目先打到这边 大家拜拜